真的 我覺得中國都發展 台灣其實你再怎麼樣都是循序漸進的開放 中國是說放就放 所以英國有一家分析公司 他從李拜斯發布的報告裡面就說了 中國每天確診人數180萬例 每天的死亡人數9000人 累計的死亡率從12月開始算 已經達到了有10萬人之多 提醒觀眾朋友 高峰是明年的1月中 這是在中國高峰1月中 要特別小心 到時候可能每天的死亡人數是兩萬五千人 好 所以義大利其實吃過中國的虧的 義大利第一波很多長輩走 就是第一波武漢肺炎 歐洲第一個被攻破的國家就是義大利 對 所以其實義大利比起歐盟其他國家 算是比較有警覺心 歐盟現在還未決定要怎麼做 因為歐洲國家很需要中國觀光客 就是說想要賺錢的心 但是義大利已經開始進行強制採檢了 而且義大利總理呼籲歐盟各國跟進 因為你光義大利採檢沒有用 你整個歐盟還是開放的話 還是會影響到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要對中國有一個特別的管制作法 美國CDC的說法是這樣子的 他們已經採取了 不管你是什麼國籍 你只要從中國來的 你就必須拿出兩天前的新冠檢測的陰性證明 或者是十天前確診康復的文件 CDC的說法是說 中國政府缺乏充足透明的流行病學跟病毒基因序列的數據通報 所以又不像國際分享基因序列的資訊 所以這樣會延緩發現新變種的時間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林醫師 你曾經主張說這一波春節回來 大部分都是我們台灣人回來 也不要太嚴格 但美國的看法是這樣子 不是什麼哪一國人的 只要是從中國來的都要有檢測 後面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春節專案 其實針對的就是 特別是開了一部分的小三通 然後所以其實幾乎都是好久沒有回臺灣的國人 可是現在我們在看各國 你看日本也嚴防 好多亞洲國家 還有義大利跟美國 他們進來的主要是旅客 他們擔心 所以他們要擋旅客 我覺得心態不太一樣 然後另外你要注意 你說該讓他們回家了就對了 但是也是要檢測再回來 確定一下 美國我各自分析一下 美國現在是說提供四十八小時內報告就好 他落地是沒有檢測的 我形容美國這叫虛晃一招 流於刑事 在中國要弄到一個假報告 還不容易嗎 而且他要求的是PCR 或是快篩 他都認 我覺得那其實只是喊一下 事實上要進去就進去了 好 那另外一個日本呢 日本就是比較完真的 日本就是落地一律快篩 快篩洋的 再留下來隔離 隔離至少七天 然後再去做PCR定序 因為中國自己幾乎不公佈定序 公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且數量有限 那我們非常擔心 因為他現在明顯 應該是很多人去世 可是這些重症 是哪一些變種病毒 什麼表現 一點比例 一點數字都沒有 那我們台灣其實心態應該也是 我們至少要監測 我們是唾液PCR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不是什麼恢復七加七 沒有讓這些人 還是讓他回去零加七 那當然確診的話 就維持我們現在確診 都是五加N 你如果再給他們七加七 過完年了 所以我就是我發文說的 其實就是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所以不應該太過嚴格 那我要再講一個觀念 就是假如現在 我發現很多我的網友或讀者 現在好像就回到三年前 很怕三年前的夢魘重現 就是特別像是義大利 現在這麼怕 因為他們三年前實在被嚇怕了 就是中國往外輸出一個未知病毒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真的不要自己嚇自己 因為現在終究是我形容 這個是新冠的期末考 最後一個考試的國家叫中國 那最後一個考不一定考得最好 他可以抄作業 可是他可能一副 現在要當調的樣子 因為他不想抄 那可是拒絕國外的任何疫苗或藥物 那可是就算他當調了 他會產生一個完全新的病毒 然後讓我們外面這些三年 考完試的同學 大家都要重考 一點對重症的防護力 一點免疫技術都沒有的機率有多大 我個人覺得機率甚小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 可是我覺得機率很小 機率是低的 那我補充一下慧米 剛剛你有說 義大利總理呼籲全歐洲都應該要篩檢 可是今天稍早 其實歐洲CDC開完會了 他們初步的建議是說 他們覺得這樣子 針對中國來的旅客篩檢 是unjustified 是不合理的 他們當然有一套理論 其實就跟我剛剛講的他們說他們覺得沒有那麼擔心 他們覺得我們都已經打過那麼多疫苗自然感染那麼多 他們覺得中國就算產生什麼東西 來到我們這應該也不至於造成大流行 好這個朗東對於三年前義大利的狀況還是非常的記憶猶新對不對 其實連南韓也是啊 南韓的仇中情緒是很高的 八成南韓人對於中國的觀感是負面的 是全世界最高的 提到中國聯想到的這是什麼 武漢肺炎 歪曲歷史 郭敏要呼籲一下南韓你們也參加YG歷史好不好 張甲污染等等 反而是薩德系統 並沒有出現在聯想紙之中 南韓這項調查 在2015就是七年前的時候 他們對中國的負面態度只有37% 結果現在增長到81% 增長的四成多 那其實歐盟現在可能還很鐵齒 可是義大利 他在2020年3月的時候 全國死亡數最多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針對中國的一些遊客 做特殊的一個管制 他受害最深 因此他現在才要馬上全部 都要去做這個採檢 就已經採檢下去 不得了 一個班機下面52%的陽性 這一半的熱旅客都要隔離 這直接變隔離包機了 直接可以在機上隔離了 所以對於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大家都分析 而且跟他同飛機的也很容易感染 對 所以事實上 可能已經超過52% 因為有些飛機上已經被感染了 但是證明了什麼 證明說義大利 他現在並不是說 他過度謹慎 而是他三年前的經驗 讓他感到非常的恐懼 其實連中國 他都自己都知道 他的很多數據是假的 這個才可怕 人民日報 就是中國 中央委底下的一個機關報 他下面的一個 俠客島的一個帳號 發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我去看 已經被刪除了 為什麼 因為他講出了一個真相 是說對百姓來講 其實很關心 染染率多少 重症率多少 政府做哪些準備 有真實的數據 才有辦法安定民心 他就告訴大家要講真相 就這篇文章 現在我看起來已經找不到了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真相 連他們自己的數據都自己打臉 那四川省疾病的預防控制中心 他去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問民眾說自己有沒有確診 結果發現每天的確診線是多少 大概每天在四川八千到九千左右 但是他官方的一個數據 只有到二十二號而已 到二十二、二十一號是多少 每天只有新增九十七例 每天則形成八十六例 而且是全省 那意思是說這個數據根本跟他問卷調查是完全是兜不起來的 因此這個事情嚴重的事情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照片 這是最新的 在推特上面 在北京郊外的這個公墓 因為死的人太多 剛剛不是說疫情延燒嗎 那怎麼辦 這些遺體沒辦法 用萬人種的方式 直接挖一個很長形的這個這個地道 然後這邊全部都放屍體 然後另外一個在北京非常著名的火葬廠 所謂疫情延燒 其實是火葬廠燒不完 這個八寶山火葬廠 他說什麼 他說你交了這個遺體後五天 當天不算在內 領取骨灰 但底下就有人在討論的是說 其實很多人的骨灰 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燒的 他們現在最深刻的願望 就是能夠單獨的火化 因為一堆的這些不相干的這些 親人的這個屍體 都放在那邊一起燒 那所以當中國的狀況 他數據虛假 然後以及他的火葬廠都不夠用 疫情非常嚴重的狀況下 那我想各國對他的提防 都是有道理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New Talk 說還有臉校印度嗎 中國殯運館人山人海 家屬巡四個途徑無效 因為你感染到這個法定傳染病 這是要立刻焚毀的 可是現在很多性 就陽性的沒有辦法焚毀嘛 那麼直接在小區燒屍體了 我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還滿驚人的 就是他們小區外面這邊 直接圈起來就開始燒了 這狀況應該不罕見對不對 目前的中國的情況 像慧敏看到剛剛那個圖片 是在上海發生的 其實就是一個上海 他的父親就過世了 大概就12月底 就前兩天過世 結果你要他拿到去 這個上海的殯儀館去排 這個火化就會告訴你 圓月5號以後再來 你放十天 就違反他們的傳染病防治法 你死亡的這個大體 你不能這樣子放著 而且有傳染病的風險 所以火大就準備在小區 裡面去焚燒這個屍體 因為沒有無路可走 這樣的狀況就沉出不窮了 上海已經發出到什麼樣的情況 你看這是上海的相關的墓園 叫做這個冰海古猿 他發出來的動員令 他動員什麼 動員接屍 因為沒有人能夠接送屍體 接屍是什麼 就是說我家裡面 如果有人過世了 要把屍體接送 他要動員黨員來接屍的人員 還要協助接屍的人員 還有在微信上面 要幫忙登記接屍的人員 透過這種黨員動員的方式 來處理這些問題 專介叫做共產黨員的幹部 要身心事主 對 就是要換這個一起來 這個什麼一方有難八方之源 所以你看連這種東西 這種類似像紅頭文件的東西 都發出來了 你記不記得差不多一個半月前 他們連魚啊 蚵啊 芒果啊 都要測COVID 對 所以這很誇張的 現在是這個狀況 而且基本上 就是我說的 因為他全面蓋牌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家屬心裡面 難過的是說 他不知道他的家屬是新冠肺炎 一定是新冠肺炎 這麼全面快速的狀況 可是他沒辦法去判斷這樣子的 一個死亡之後火化的狀況跟速度 他們官方公佈 公佈的那個COVID死亡人數才十個人啊 就沒有啦 剩下都不是啊 英國推估一天就九千個人啊 他們自己的專家推估大概基本上 如果推回去的話 大概如果真的是新冠肺炎染疫 這次死亡 第一波高峰期在一月中嘛 他們大概預估大概是四十萬人啊 就是以那個比例去算大概四十萬人 可是我要講兩個重點喔 第一個這個第一館的狀況 剛剛朗東講說那個排一排對不對 在北京排排 你火化一般是八千塊人民幣 你還是排得到的 但是什麼時候排到 抽號碼排 排到的時候你可能就是 五天十天之後的 現在有插隊火化也出 插隊火化是三萬塊人民幣 大概差不多四倍價錢 你可以插隊火化 那這種亂象已經變成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說 對中國來講當然死者為大 那追蹤 慎中追遠這種心情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民眾會不會最後逼到最後整個又重新再大爆發 這不是白子革命的問題 是台官抗議的問題 那這樣的情況 你說中國的官方受得了受不了 這樣的情況 而且這是第一波 我剛剛再強調 第一波現在看到都是城市 北京上海廣州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接下來是不是春運回家 回家之後你沒事的回家了 把城市的病毒再帶到農村 這是第二波 就是過年的時候 一月中到二月中 其實他們解封之後 就很多人衝回家 衝回家 可是你順便把病毒再回去 因為農村本來可能還好好 等一下 可是我們最可怕的是什麼 還有第三波 這些人回家要不要回來 這些人回家 鼓勵流港過年 但是你過完年還是要回來工作 因為現在開始要拼經濟 想說沒事了再回來 結果回來順便再把城市 再把農村的帶回來 所以像外國外的專家遇過 這一波像這種風情 他說一月中一波結束 問題是你二月中農村再一波 三月中回來城市再一波 看樣子中國這個疫情 沒完沒了 至少要到四月以後 才真的能夠降溫 好這個時候中國居然傳染 有說法就是說 大家能夠快速的染疫 這個染疫救中國 希望能夠早一點達到集體免疫 可是同一時間 長者弱者 是不是死亡率也會偏高 有人說 這時候剛好解決了一些 共產黨的社會問題 是這麼的殘酷嗎 更多討論馬上回來